中华官议会第19次第一次定议会 议员关心关乎财政重逢 管长王辉美说 虽然中华官目前负责台有有400万亿 财政主案并不是真正 他中用雷金369来说 发现一年台海要8亿网 过两三年之后 按照老人倚靠增加到9亿网 跟十几比较 在这个状况之下 一回想的所得 一回想在领处 不一定会有幸福的感觉 后三局势的延伸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才会把369做条件 比如说现在的独老 越来越多 因为非常多的子弟都到外地去了 那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地收入户 那像在这个区块的话 369部分我们是继续延续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也努力在建制所谓的关怀西据点 过去我们关怀据点大概是在140点 我们现在的目标数是要加到 今年年底要加到200点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长辈他可以就近在社区 由我们很多的志工 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人员来做相关的一个照护 让他在社区里面有健康促进 在社区里面呢 有更多的同伴能够在这边快乐生活 另外我们还安排了所谓的这个 把午餐让他们吃饭吃渺渺才会倒去 那我们会做这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关系 关乎表示中用雷金买发行 不是没买法 只是买回合早期的做法 他算做条件 条件发行的金额 今年同样也会发行中用雷金 但是会采败的条款 也就是说 65块以上的中价 每一个人可以领到1,000块的中用雷金 100块以上的隐随 买加到每一个人1万块 同时对列车中的中级收入后 按照年纪 继续按照9年的规定 65块以上每一个人3,000块 80块以上6,000块 90块以上发9,000块的经浪雷金 透过追求公平正义的市政 是关乎照顾官民最大的目标 公议频道领证明中华彩虹报道 关乎电台台义配音